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耶稣又对门徒说 有一个财主的管家 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主人叫他来 对他说 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 把你所精管的交代明白 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 那管家心里说 主人辞我 不用我再做管家 我将来做什么 除地呢 无力 讨饭呢 怕休 我知道怎么行 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 接我到他们家里去 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 一个一个的叫了来 问头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说 一百楼油 管家说 拿你的账 快坐下 写五十 又问一个说 你欠多少 他说 一百淡麦子 管家说 拿你的账 写八十 主人就夸奖着 不义的管家 做事聪明 因为金氏之子 在世事之上 较比光明之子 更加聪明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 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 到永存的账目里去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义 在大事上也不义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 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 托付你们呢 倘若你们在别人的 东西上不忠心 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 给你们呢 一个仆人 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悟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法利塞人是贪爱钱财的 他们听见这一切话 就吃笑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是在人面前 自称为义的 你们的心神却知道 因为人所尊贵的 是神看为可憎恶的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人人努力要进去 天地废去 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 还容易 凡修妻另取的 就是犯奸淫 取备修之妻的 也是犯奸淫 有一个财主 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 天天奢华艳乐 又有一个讨饭的 名叫拉撒路 浑身生窗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要得财主桌子上 掉下来的零碎冲击 并且狗来舔他的窗 后来那讨饭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放在 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他在阴间受痛苦 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 就喊着说 我祖亚伯拉罕啊 可怜我吧 打发拉撒路来 用指头尖沾点水 量量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 极其痛苦 亚伯拉罕说 儿啊 你该回想你生前想过福 拉撒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 你倒受痛苦 不但这样 并且在你我之间 有深渊限定 以致人要从这边 过到你们那边 是不能的 要从那边 过到我们这边 也是不能的 财主说 我祖啊 既是这样 求你打发拉撒路 到我父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 免得他们也来到 这痛苦的地方 亚伯拉罕说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 可以听从 他说 我祖亚伯拉罕啊 不是的 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到他们那里去的 他们必要悔改 亚伯拉罕说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 是不听从死里面的